我想这个现象 我们早上有提到 万法因缘所生 所以这一个果相 有它的因 有它的缘 造成的 那这可以从多方面来努力 比方说从身体方面 会造成这个失智的原因在哪里 或者是从心理上 这个是对于我们预防 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包含从灵性方面 因为任何事情 可能都没有离开业力 造成的 那佛法讲因呢 讲到财布施得财富 法布施得聪明智慧 无微布施得健康长寿 所以这一个现象 失智 那没有智慧了 包含这也是身体上的问题 不健康了 那这可能跟无微布施也有关系了 有遇到一个同修 我从我们自身来讲 积极的预防 不要造这个因 要多做无微布施 就要有智慧 大家有没有 多做法布施有智慧 大家有没有把法布施变成习惯 没有 佛法就是生活 就是处事待人接物 把法布施变成习惯 那你随时都是 用法 你就有智慧 其实我们想一想 现在亲戚朋友 他没有遇到佛法 他能不能解决他人生的种种问题 我感觉是不大可能 我们都说要互相关心 那现在人没有佛法 他很多事想不通 现在连遇到佛法都不见得想得通 你遇到佛法 还要把佛法用出来 你才能受用 就好像佛法像药单一样 你得去抓药 把它喝下去是吧 你不能说 我看一下药单病好了 你得喝下去才行 法药 你得依教奉行 才能得利益了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失智情况 对我们也是一种提醒 何不于强健时 努力修善 现在要多修法布施 得聪明智慧 比较不会有这个果报 还有无微布施 得健康长寿 所以多做放生 包含吃素 包含一言一行 都想着利益人 不要让人家生烦恼 这一点很重要 那我想每一个失智的人 他的原因不完全相同 这大的方向 可能是你要多做法布施 多做无微布施 那可能在心理上 会不会想太多的人 会不会容易失智 想太多会伤脑筋 是吧 这个 比方说你们有没有 亲戚朋友有这个情况 不用讲是哪个亲戚 比方你们看看 你们有没有观察过 失智的人 你从他人生的轨迹 可不可以判断一些原因 你看我们现在面对 这么普遍的现象 不是一个不是两个 包含另外一个挑战 忧郁症 忧郁症是心病 心病要心要医 我相信 我们现在亲戚朋友 你说一个忧郁症都没有 我觉得不大可能 我就遇到好几个人 现在的成长 所展身的负能量 包含他所面对的 学业压力 生活压力 种种他角度不懂的 排解 他的内在的 这些负面情绪 他压到某种程度 他可能就会有这个症状出现 我们就有一个专题 专门讨论 专门讨论 忧郁症的原因是什么 怎么化解 怎么多管齐下 不只忧郁症是这样 我看 今天 这位同修提出来 可能我们也得多管齐下 去预防 或者去改善 佛门有一个词 化悲愤为力量 化危机为转机 我们上一次 忧郁症的讨论会 就是有一位杨医师 他的女儿出现这个状况 他就尽全力 护念自己的女儿 给他全然的爱 然后 跟他真心的交流 把女儿 内在那些负面的情绪 都抒发出来 而且 他化危机 化悲愤为力量 他想 这个 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 可能有忧郁症 他反而借这个语言 去查了很多相关资料 然后提供给 可能有这个现象的人 所以 佛门说 事事是好事 看我们用什么心 来面对这一件事情 我们早上也提过 何处是道场 处处是道场 处处都是炼心场 炼成真心的因缘 你家里假如出现一个失智的老人 那有可能是自己炼成真心的缘 但是你假如心里觉得 哎呀 我怎么这么倒霉 那你炼不成了 你就会常常带着一种 无奈 抱怨 去面对 说不定 说不定他是极乐世界派来 让我们炼真心的 有没有可能 你假如遇到任何逆境二元 你就想极乐世界派来 你可能心境上就不一样了 我就给大家举一个 我们都全华人都认识的一个人 叫大顺 顺王大家认识吧 二十四孝排第一的 他遇到的家庭 父亲后母弟弟 要害死他 这种人伦关系 已经恶劣到极点了 可是 静远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 那顺王他是怎么在这个境界当中 练真心的呢 这个后人 也是儒家代表 王阳明先生 他有一段话 我们来体会体会 王阳明先生说 顺是世间大不孝的孩子 鼓手顺王的父亲 是世间大慈的父亲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顺王 常自以为自己大不孝 自己做得 差太远了 所以他能静孝 孝子是常常觉得 我还不够 今天假如有一个人跟你说 我很孝顺 我跟你保证他不够 我这个人很慈悲 保证他不够慈悲 他是自我感觉良好 他很会欣赏自己 这个心态是不够的 我们遇过很多很孝顺的人 你一称赞他孝顺 他成黄成红 他说都是该做的 我还做得不够 所以顺他 时时想着 他自己不够孝 然后鼓手 他的父亲 常常以为自己很慈悲 对孩子很慈祥 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够了 所以他不能慈 他自满 而且这个鼓手 他只记得 从小我把他养大的 就一直放在心上 然后 都觉得 都是我对孩子恩德最大了 然后都想着 孩子对我 不够孝顺 其实呢 自己的心 已经被 他的后妻 他后来娶的这个妻子 因为顺王的母亲 比较早去世了 已经被 后妻的言语影响了 自己当父亲的 心已经变了 孩子自己觉得 自己是很 慈爱的 所以自己觉得自己很够了 那他就不能 真正 一直在去慈爱孩子 你自己觉得够了 就自满了 自己觉得不够 就会更静心去做了 所以 顺王呢 指示 他只想着 父亲 小时候多么爱我 就在心里 都是想着那个 以前的恩德 你看这个心不一样 整个受用就不一样 他心里指放父亲 曾经对他的好 现在父亲不爱他 他觉得是 我不够能 敬我的孝 所以他没有指责父亲 他觉得自己不对 大家看 父亲很恶劣了 他都没有觉得父亲不对 还是觉得自己不对 所以他每一天都在想 我还哪一些地方 孝敬得不够 所以他越来越难笑 最后就感动他的父亲 父亲也欢喜了 今晨所至 将死为开了 所以他父亲被他感动了 父亲也恢复他 本来的慈爱了 父子有亲的天性 是本来的 现在不能保持 不能提起来 受到外在缘分的影响 产生了一些分别执着的念头 这个孙王的父亲 就受到后期的影响 所以去见自己孩子的过来 但是大顺没有 因为父亲对他的态度 而产生对父亲的看法 反而只是继父亲的恩德 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尽力在做 最后这一份诚心 就把父亲就把父亲的本来的慈爱 唤醒了 所以古人说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成心未知 所以这是父子关系 我们把它延伸开来 假如延伸到夫妻关系行不行 夫妻关系里面 你看我做的那么多 他都没有做 这个心开始会不会变 会有 这孙王的父亲都一直想着 你看我以前做那么多 他现在不讨我欢心 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多 都嫌对方做得不够 他的心就开始变了 所以我们假如 老法师说的 只看对方的优点 你只计他的恩德 只计他的好 然后又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没有批评他 自己继续真诚去做 一定会触动他的善根 这个人跟人 越轻的人 越能感受到对方的信念 是吧 比方说 你看先生的毛病 他能不能感觉到 那他感觉到了会怎么样 他也看你毛病 这叫交感 他看你毛病 你都看他优点 请问会有什么发展 他都看你毛病 也说 谢谢你 你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我来改 然后你还不讲他 你讲他优点 你真的干三个月 你们家就变 这个还是根源上 我们相不相信 人之初 性本善 性为道源 公的母 好 这个是 从顺王的表演 我们可能现在面临 一些逆境 恶元 但是 我们用真心来面对他 有可能是我们 练出真心的因缘 所以 顺王这样的家庭环境 最后让他 智慧现前 福报现前 所以他做天子 他没有遇到这样的父亲 你看他能不能当天子 不一定 他在这里面 还能静孝 一个人 自性的智慧得能 从哪里开显出来的 孝道 地藏菩萨的表法 开发心地保障 这是地藏的含义了 我们一直在 孝经尊师下功夫 你无量的智慧得能福报 他就会透出来了 所以会修的人 静缘没有好丑 看你怎么修 因为 我们生病的家人 对我们来讲 也是我们的一报 也是随着我们 正报转 好 那 有没有 哪一位 同修 比方说你 回想一下 这个亲戚朋友 有这个 诗字 因为刚好是个姻缘 大家以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 考虑一下 为什么 会是这个结果 我曾经遇到一个同修就说了 我爷爷做人那么好 很热心帮别人 可是为什么短命 我说你爷爷死于什么 他说肝癌 我进一步问他 你爷爷脾气大不大 他说很大 暴怒伤甘 这一定有原因的 虽然他做人很好 但他脾气太大了 好 有没有同修 有想到 比方说 依陈德来讲 那陈德的外公 后来确实有失智 但年轻的时候 太操心了 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因 所以大家有没有 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 从因上去改善 去预防 好 有请 感谢师傅 弟子所提出的问题 也就是弟子跟同修之间的问题 就是同修自从2018年 到现在 然后他已经从 开始可以走路到最后 坐在轮椅上 连半身什么种种之类都不会了 而且也没有办法说话了 他也没有办法表达说 我给他吃的东西 他喜欢吗 他吃过的东西 以前长汉猪给他吃的东西 他也不记得了 他就这样进口 然后吞下去 就没有了 也不晓得是我来了 我是他的太太 他也不知道了 所以一切的状况 全部完全他都没有办法 回想过来 以前的问题或是什么的 所以现在的 目前的状况也是 令人很担心 虽然说经常会去 跟他谈话 跟他唱歌 跟他说故事 以前的种种之类的 还有煮一些 他以前非常喜欢吃的东西 带过去 让他一起吃 让他的口感又是什么 去回起他的记忆 已经是没有办法 所以 第一次 现在也是自己非常惭愧 做的还是不够 所以要请师父知道 好 阿弥陀佛 首先从身体上 这个不知道中医 针对这个情况 有没有改善的 这个方法 这个是从身体方面 因为我对中医不了解 看看从 传统几千年中医的角度 这个算能不能改善 那这个也是算是夜报 现前 那夜报现前 那我们的态度 可能也会影响对方 所以我们在面对夜报的时候 我们也是随缘顺受 这个就是练忍辱了 在夜报当中 我们就是 不怨天不由忍去受 你遇到逆境二元 你都不怨天不由忍 这个忍辱的功夫 就在其中提升起来 一切法得成于忍 不能忍 一有情绪起来 功德就烧掉了 所以等于是 就是这个静缘来练我们 的一个真心练出来 我们安住这个缘 因为我们是他的 用我们闽南话是 堪手的 大家闽南话听不懂 牵手 这个是有文化典故的 诗经 诗经里面好像 那意思就是牵对方的手 鱼指挟老 白头 食指指手 鱼指挟老 所以我们闽南话 说另一半叫牵手的 堪手的 这还是很有文化涵养 那你这一生 你这一生跟他有这个缘呢 那他现在又遇到夜报现前 我们相信 真心会感通 你这样帮他消夜 陪着他念佛 多变成他文法方面的真上缘 多听经 多读经念佛 他刚好在旁边 他到底能够熏习多少 这个我们不去强求 顺着那个缘 我们尽力去做 那当然假如到很极端的状况 比方说可能会 危及生命了 那这个我们可能要 还是要就事论事 假如会危及生命了 那可能用 要用一些方法先缓和这个情况 我们也不能太理想化 因为那个业力 善根不可思议 业力也不可思议 诸佛胜利也不可思议 那这个就要就实际的情况 来对待了 就好像说我们传统 劝和不劝离 是吧 这是一个原则 可是有可能 对方整个业力现前 你不先分隔两地的话 到时候产生生命危险 那这个我们得就是论事来谈 好 所以这个假如是特殊 比较极端的情况 那我们就要以那个时候的处理 的考量 再去调整一下 好 老师刚刚提到 其实有问题就是说 当初外公的时代 是自己的套餐 其实是在当初 外公在那么久远的年代 要很操劳 来操持这个家庭 所以他做平常人超过两三倍的一些事情 然后没日没夜的 那像家母的话 我的母亲也是在往生的前几年 开始失智 那我观察的过程 其实呢 他也是以前呢 被东敢西敢 然后因为是当人家的养女 所以生活很辛苦 所以他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 然后做出很多 超出他能力所及的东西 这一点我想要特别注意 像我有时候也会注意我自己 是做很多事情 超出我的能力所及 把自己逼上极限 蜡烛两头烧 这个时候呢 没多少的时间 你的脑力很快就耗尽了 我想我母亲疼 医生也想说 造成他失智的原因的其中之一 就这么来 那像英美师姐 他的同修应该83岁了 以前在世界各地的工地 都在工作 为他的家庭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现象 我想可能英美师姐要宽心 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谢谢代会长 也是以母亲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我们在听的过程 首先第一 我们遇到亲人 为这个家奉献 脑力用过度了 我们在 伴随他生活的过程 我们念着这份感恩的心 那应该 这个 会在这个姻缘当中 更有领悟 更有收获 因为也都是在 回报一份恩情 另外一点 大家应该熟悉 孟子说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可能 对于您来讲 可能上天给你一个任务 您陪伴另一半 走过这些路 可能以后你会 有缘 遇到很多家庭 有类似情况 你就很能感同身受 你一一跟他们 分享经验 他说 你真的讲到我心坎里面去 我也曾经谈到 比方说刘树云老师 他得过红伴姓郎昌 他经历过来了 他念佛念好了 他去劝得重症的人 人家就很容易接受 因为他经历过 假如是我去劝 人家说 你站着说话 不要疼 哪有你讲得那么轻松 因为我没得过 所以我感觉 我们人生 经历过很多身心的磨难 你有时候转个念 有时候可能就是 你的菩提道长 你真的走过来 因为跟你有相似 人生际遇的人 不会再少数 你能走出来 你就能护念好他们 而你要走出来 铁定你把佛法用上 你才能走出来 所以这个 以后我有遇到这样的个案 就再请教 这一位同修 同修的问题 跟他之间的相处 这些年来 我非常了解 这个状况 对一个普通的家庭 是一个什么样的压力 就是大家的那个 所以我也 去了学校 我去学习 有关这方面的课程 我已经学了 好几个月了 所以我在这个课程之中 我学到非常非常的多 我感同身受 周边的所有的人 所以我也到过 法兰克福去 然后我去法兰克福 也跟 每一位同修 我跟他们一起分享 有关这方面的 那当然在 他们在 也是感受到 有关这方面的 非常非常的急需 所以我在想说 如果可以的话 真的我们这边 也可以来一个 这么一个座谈会 或是什么的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 这方面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在 这方面呢 玩游戏 也是非常 重要的 可以激发我们的脑力 所以我在想说 如果可以的话 在这边 我可以 也可以来帮忙一下 好 谢谢 谢谢您的发心 您是请转法轮 请佛注释 这普贤行 求别人难 求自己不难 很感谢 好 到时候 这位同修 办这个演讲 希望可以 往上同步 成德也好好 学习一下 因为可能也会 遇到这样的 一个 家庭情况 也好 去供养人家 好 谢谢 感恩法师 慈悲开示 那么现在还有提问的吗 好 等一下 阿弥陀佛师 有件事情想要请教师傅 这个六合径 有的时候 我觉得好困难 有的时候发觉到 两个人之间都搞不清楚了 都不愉快了 那要怎么样去做到这个六合径 请师傅指点 阿弥陀佛 这个六合径 是守六个原则 这见何从解 戒和同修 生和同住 口和无真 义和同月 利和同君 这个六合径 成德在初学佛的时候 就有听老阿弥陀讲过 而且还提到 有四个人修六合径 和和和的团体 可以把佛法 红传到全世界 我听了就 大家看了 我的性格很容易激动 同胞传到这首歌 同胞们起来 这个要我们台湾同胞 比较听得懂 这首歌 我最近回台湾 也唱这首歌 为什么呢 我们早上说到了 你处理问题 越早处理越好 你拖越晚 越难处理 文化的复兴也是一样 你拖越久 越难拉上来 因为人心都堕落了 文化是民主的灵魂 要靠文化 来教导中华儿女 全世界接受最多 中华文化 熏陶的地方是哪里 我都看着你们 台湾 对啊 那你拥有最好的姻缘 结果你都不出力 罪过 罪过 老婆这样讲 拥舍方数 你手上有一个 一个药单 可以利益现在病苦的人 你把它藏起来 没拿出来 罪过 你接受了这些好的中华文化 你没有好好地去用 去带动 那就我们没有尽一份本分 所以我这个 7月回去台湾 都唱这一首 同胞们 要赶快 不能脱了 老上在2019年 有一个专题 是在祭祖的时候 我们要缅怀祖德 圣中 摧远 无念 而主 欲修 觉德 念着祖先 我要把祖先 这个德行 要承传下来 不能让他断了 那老人家 那老人家在那一个法会里面的题目就是 缅怀祖祖的 将台湾建设成中华文化示范区 今正事实 现在又经过五年了 这是19年 讲 我是不是泄露天机 不过 讲到这里 这个 很惭愧 因为我这21年 在外面比较多 每次回到台湾 我们家老菩萨都说 你回台湾 是沾酱油的 问道油的 大家听懂不懂 沾一下就起来了 回台湾 一下子就走了 所以我难辞其咎 我得退头 那当然 我们这些同学们 你们在德国 也在尽力 带动中华文化的实践 复兴 所以还是要尽一份力 那我自己有缘听到老和尚说了 四个人 建和同姐 可以把佛法红传到全世界 请问 你们听过这一段了 听过 你们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谁比较适合 是吧 谁比较适合 有没有听到这一段话说 从我做起 有没有 你看 我们听法 心态很重要 你听法的心态不对 佛法变独药 比方说 我们在听的时候 我常常站在讲台上 我记得 有一次我在海南 海口 讲课的时候 讲到这个 孩子教育问题 结果呢 当时候 有一对夫妻 带着他孩子来听 我在上面讲 这个先生就把手 从孩子背后 没被孩子看到 伸手过去 拍一拍他太太 然后看着他太太 我在台上 看他的表情 他虽然没讲话 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拍拍他太太 老师在讲你 结果他太太被他这么一看 马上回瞪他一眼 我在台上看到刀光剑影 两个夫妻在交手 你听经的时候 都是往外看 看别人 这在讲谁啊 讲谁啊 我有时候讲完课一下来 底下的同修就说了 这一堂课我媳妇最需要听了 我儿子最需要听了 就一个人不需要听 他不需要听 所以佛法是内学 要向内 你听法的时候都看别人 那越听 越见人家过 那就不得受用了 听经呢 这是讲给我听的 我是当机者 这个心态就对了 所以老阿上讲六合静 四个人静和同学 可以把佛法红传 讲给谁听的 哈喽 我啊 你看你用这个态度 你每句话都入你的心 你不要担心 我是第二个 得不哭必有灵 所以听经 我感觉 用孔子的教诲 来存心非常好 你看这个子贡 很会问问题 子贡问孔子 有一个字可以终身 去力行的吗 孔子说 其束道 夫子之道 终树而已 终是什么呢 言以律己 树呢 宽以待人 所以我们今天听老阿上讲六合静 我用终树的心 言以律己 来别人不做 我先做 是终 树呢 别人没做到 正常的 能包容 宽以待人 这样我们的 这种心境 就跟真心相应了 终树 为道 不远 这是中庸讲的 代表 中树的存心 跟道 道就是我们的 真如本性 跟真心 不远了 相应了 我们检查检查 我们今天听一个道理 我们的心态有没有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以学吃亏 一言律己 以怪不得 怪不得他会这样 原来他有他的姻缘 以怪不得三字待人 对待别人 好 那 这个 我从 这个22年前 就到处找人家修六合静 我记得有一次 刚好遇到 跟我差不多年龄了 他也挺发心的 我们刚见面第一天 你们就知道我多激动了 我说我们来主六合静 对方对我还不是很熟 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 老祖宗也教诲我们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无量寿经也教我们 人有志心求道 我改一下 人有志心成就六合静 精静不止 会当刻果 何愿不得 我们说 早上我们说用感召的 感召 首先 老和尚有一篇教诲 六合静祈祷文 这篇教诲很精辟 那个陈德呢 刚好 今年 四月份 在马来西亚 我们刚好有这个 会长理事 培训 里面我们就有讲到 六合静祈祷文 有跟大家交流了一下 可能差不多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左右 提供您参考 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只求我与他人真诚和谐 绝不丝毫要求他人与我和谐 所以我们今天 在主六合静 我们在建设自己的团体 我们会深烦恼 跟别人没有关系 静缘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 我们会深烦恼 三十七年有一句话讲到 诸苦皆从贪欲起 我们有对对方 有希求心 我都做到这样了 你也拜托一下 不要那么过分好不好 是吧 但是呢 他可能是极乐世界派来的 看看能不能磨掉你 丝毫没有要求的念头 他是菩萨 说实在的 你真的念出了 丝毫没有要求 他可能就走了 他可能就离开了 因为他的任务完整 成德自己也做得不好 但是呢 我这种观察自己 不要起丝毫要求念头的警觉性 越来越强了 所以我就不会生什么大烦恼 我稍微冒这个就阿弥陀佛 自己先做 只管自家 不管人家 只看好样子 不看坏样子 当然 您现在所遇到的 很正常 为什么 大家都不是从小学的 所以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 我对的 也是错的 这老上修行的心法 别人错的 也是正常 一个人现在的行为 他不会突然变成这样 他一定有他的整个成长的姻缘 最后他现在的性格变成这样 原来 怪不得会这样 你就包容 你就不会跟他对立了 但是我对的 也是错的 等于是人一觉得自己对 就会有高下心 傲慢 就会在自己对当中 会挣扎 所以这个心是很细微的 我们要从自己心缘引微 看自己的心 看深入一点 去调伏自己 这些贪嗔痴慢的习气 好 阿弥陀佛 感恩 祝福您的生团早日成就 当然我也会努力 说不定 我们认真修 要不你到英国来 或者我到德国来 是吧 赶招 这些修修修 这个可能 成就生团的话 会感召 是吧 你的磁场比较强 我被你吸来了 这个都要靠感召 哪里有缘 哪里去 哪里有什么缘 哪里有真正无私无我 为众生的缘 所以你看 我是台湾人了 我也没有执着 我一定要在台湾了 哪边缘成熟了 先去成就成熟的缘 等他榜样立起来了 他可以供养 世界各地成功的经验 多好 你假如 我是台湾的 我是新加坡的 都要在我这里 力量全部分散掉了 不能分智分他 哪里先成熟 尽量把他做成就 所以我们在场的同修 只为同修不在者 师父走到哪里 我们就跟到哪里 阿比同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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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法师 慈悲开示 那 这个我走到来 也得要让大家有住的地方才行 我的福报还得修大一点 谢谢大家这一份心 我们还是首先要敦伦敬奋 你们一下跑我身边来 你们家里的抗议 抗议 这个我们 这个在实际探讨 好 谢谢大家 阿比同 感恩法师 慈悲开示 那么现在有学生怠念 这边一位同修的问题 法师吉祥 弟子有个问题 想请教师父 很多同修会有很精进的时候 但是发现一旦松懈了 就会退步很多 有什么方法让自己不退步吗 请法师慈悲开示 谢谢这个同修问的问题 你们有没有见过菩提道上 只静不退的人 没有吧 退多退少而已 是吧 所以你现在有静静退退 不要难过 不要沮丧 菩提道上 不可能没有进退 首先我们 怕有些人性格 很容易自我否定 好 这个黄念导也说过了 静一退九 静一个退九 静一步退九步 还有第三种情况 还有第三种情况 静一步 退九步的危险 就出现了 比方说我们念佛 精静了 感觉身心很舒服 会不会瘫这个舒服 一瘫 就麻烦了 不管任何境界 不执着就是好境界 可是你假如一舒服 瘫这个舒服 那有可能就是 你退步的一个因缘出现了 好 那 黄念导也说 总不能一直退 你总要方法 让自己 能提起正念来 那我们假如 考虑的细一点 很可能 休学的这几年 每一次会退 因缘一不一样 我看不可能都一样 是吧 这一次退可能是 因为哪个亲戚 这一次退可能是因为同事 可能静缘都不一样 所以修行的人 我们刚刚说学佛 佛是什么 觉 觉悟 面对境界要清楚 我们每一次退 是什么原因退的 下一次怎么避免 然后让他 同样的情况 我不退了 你就有想方法 去突破了 这个才是进步 你不能同样的境界 都是退 你都没有总结经验 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 你看做事业的人 他失败了 他的总结经验 后面就不会再犯 这样的错了 世间法 如是 出事法 亦如是 有一篇教诲 叫劝发菩提心文 这个对佛弟子 尤其对修净土法门 要求生净土的 这篇教诲 多听 常常读诵 那陈德刚好在2017年 2019年吧 有跟同学们有交流过 提供给大家参考 因为 无量寿经提到 上品 中品 下品 都有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而 华严经又提醒我们 忘思菩提心 修诸善法 世明摩业 忘思 不是没法 忘思善恶 忘思就可能 搞成魔影 旷未发乎 所以菩提心 要赶快 发出来 那这篇教诲 就是 知道我们 怎么发菩提心 那我们早上 也提到了 转烦恼 为菩提 其实就是 转个念头而已 今天你已经感觉 你在退了 你只要一转念头 他就不退了 这转念很重要 那 比方 我遇到一个同修 他说 我有时候觉得 状态好的时候 觉得一片光明 自己很有信心 可是呢 我一想到过去的某些事 我就又陷到痛苦里面去了 诸位 忍者 诸位菩萨 你们现在心里有没有事 有啊 你们现在心里还有事 那就是我的魅力不够 你们都没有专注在 现在 现在还有事 佛门有一句话 很重要 真心一法不利 你现在心上有个啥事情啊 你已经不在真心的状况了 你只要在想 哪个人 你就是轮回心 造轮回业 你现在只有想 阿弥陀佛才没有造轮回业 是吧 你想阿弥陀佛 那就是种去极得世界的种子啊 你现在想你喜欢的轮回心 想你讨厌的轮回心 造轮回业 这个刘树寅老师有一句法语啊 我心里不装人 装人爱真多 我心里不装事 装事是非多 我心里不装物 不要装榴脸 装物贪恋多 我心里只装阿弥陀佛 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 稀有难逢啊 不要把自己无量节 这么难得 遇到佛门第一特奖啊 成佛最快的姻缘啊 你不要被自己的烦恼给误了 那你过去的事放不下 他一定干扰你 怎么转 有时候念不住啊 你念不住了 以理则情 以理智 以真理 调伏自己的烦恼 调伏自己的分别执着 比方 你看劝发不立心教我们 你过去的事啊 还一直在想啊 一定是你有不甘心 是吧 你很欢喜了 你还一直 耿耿欲怀 干啥 所以 劝发不立心说 深信 这个 忏悔业障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他为什么偏找我麻烦 哦 原来是我先对不起他了 你一下子那种 很不甘心啊 反而变得有点不好意思 你开悟了 渊渊相报 没完没了了 他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误触了 念生死苦啊 不能再搞了 搞烦了 不想再搞了 这个就是劝发不立心文 你们 显安大师教的 念生死苦 不要再搞轮回业了 随缘消就业 不再造行仰了 我 这一生了完夜 我就做佛去了 咬紧牙关 死身 正无量寿 没剩几年了 值得啊 咬紧牙关 换个无量寿 去做阿弥陀佛 有什么不好 人生这个算盘 要打一打 你看这个就是转念 能够身性因果 忏悔业障 能够念生死苦 不搞轮回 他就是提醒我 世间 轮回不可留 他是帮我求生净土 又转个求生净土的念 然后呢 你也可以转一个念 阿弥陀佛 即是我心 我这么清静的佛心 我怎么每天 泡到这个烦恼里面 哎呀 我太不尊重我的佛性了 我赶快 深深唤醒自己 念念不离本尊 阿弥陀佛 你自爱了 你尊重自己的佛性了 你就转成正念了 是吧 你懂得自爱了 佛菩萨才爱得了你 不然我们就变 扶不起的阿弗 是吧 所以 这个是尊重自己的佛性 你看一转 你就变成正能量了 或者你在那个痛苦里面 说哎呀 跟我有同样痛苦的人 一定很多 我一定要走出来 才能护念他们 那你就念正法久住 佛法的信心建立在谁身上 我 我给大家做证明 你就有动力了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老天爷 佛菩萨派给我的任务 你就不觉得痛苦了 转过来了 或者你就转一个 哎呀 进攻上人 讲了六十几年的法 为我讲的 我要依教奉行啊 不能对不起他 你的念头就转了 依教奉行 哎呀 佛第八千次来了 念本尊恩 我不能再辜负他老人家了 你的烦恼就转掉了 为什么 就是个念头 你肯不肯提起正念而已啊 没有那么复杂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或者你人生过程 有这么多恩德啊 我不能 辜负了他们对我的爱啊 你一想到恩德 想到报恩 你的正念就起来 这个叫念众生恩 念施主恩 黄念导说的 我们还有很多过去的父母啊 在地狱受苦啊 你念父母恩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赶紧静静了 劝发菩提心文 必有十种姻缘 方人发起菩提心 你就拿来转自己的念 你就不会继续退步了 就止住了 就往前静了 那承得自己的方法 在自己 每天常常会看到的地方啊 放一个老和尚的照片 你一看到老和尚 你就觉得他在对你笑 他在放光加持你了 哎呀 不能对不起老和尚教诲 我得依教奉行啊 你念头就转掉了 或者我会看 玄庄大师的纪录片 看大师呢 死都不怕 我现在这些芝麻蒜皮 有什么好烦 对对对 小赞一叠了 你看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 跟老和尚比也是小赞一叠 你要去找一个 可以让你提起正念 充满正能量的助援 你就转过来了 这个警供大家参考 谢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同修 好的 感恩法师 慈悲开示 请问还有问题吗 好的 那么先由学生来带念 一个问题 法师您好 弟子来自于马来西亚 自小 从小跟众生很有缘 偶尔会遇到他们 学佛五年了 每天念一遍地藏菩萨 本愿经 今年七月 突然间对佛法产生了恐惧 和容易愤怒 偶尔会全身麻痹 害怕念佛 也害怕去三十系念 去和其他的法会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父亲经常去钓鱼 已经很多年了 杀业很重 又对佛法没有什么缘分 如何可以帮助他 消除业障 和如何说服他 不再造杀业 如何让父母家人 结上佛缘 请法师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好 这个有句俗话 解灵还须 细灵人 陈德只能讲一些 提供这位同修做参考 因为 他得自己面对 每天的境界 那跟众生有缘 那我们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你嫌他烦 是一个心态 你呢 跟他结法缘 又是一个心态 所以 跟众生有缘 那我每一次念佛 读经 我提醒他们来参与 但是你不要 起念头 常常要跟他们打交道 这个 不要起这些念头 也不要去排斥 他们的念头 把自己的心念 所好 你不能常常想着 要去跟鬼打交道 没有 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你假如能感觉 他来了 你也不要排斥他 我们当时候 我在台湾 学佛的时候 二十多岁 每天晚上 放老师上讲经 有缘的众生 请他们一起来 听老师上讲经 还放一点 小点心 供养他们 都是善的心 就好了 假如 已经 有众生在干扰你 那这个就要守好 自己的正念 一个巴掌拍不响 他要干扰你 你不受 你还是专注念你的佛 念你的经 他慢慢慢慢 他就退了 反而是自己有执着了 才会 这些现象 会产生 甚至会恶化 这个在 黄老的 开示当中 就有提到了 有一个修行人 很想见观世音菩萨 大家听懂我这句话没有 很想见 有没有执着 对 后来 见到之后 他就看到好多东西了 这个就是太强求了 太执着了 搞到什么呢 觉得家里面都是众生 连睡觉都睡不了了 哇 一个人 一两天没睡觉就很难受了 你假如几个月睡不着啊 哇 太痛苦了 都可能都快疯掉了 他刚好有这个姻缘 去请教 黄念老 黄老 给他讲了个故事 说到 曾经有一个出家人 到了一个山里面 那个地方 磁场很好 代表 人想到那里修行 众生也想到那里修行 所以那里众生特别多 常常会 发出很多声音啊 捉弄人啊 结果 这个出家人 去了之后啊 因为他 修行很好啊 也有很多人 一起来修行 但是因为众生 都在那搞怪啊 基本上人 都待不久 就走了 过了几年了 只有 他老人家还在 那 就有人请问他了 哇 那么多这些 众生啊 干扰啊 你为什么 还定得住 这个出家人说了 野鬼 这些野鬼 伎粮啊 千斑有定 他的方法 千斑呢 也有死完的一天 是吧 他有一千种方法 用完一千就没了 老生 不闻 不读 无穷 我不看 不听 他 没有办法 奈我何 是吧 只要你 不要去看 不要去听了 他慢慢 就走了 一个巴掌 拍不响了嘛 所以要定住 自己的心 最重要 那个女士啊 听了黄念老 讲了这个故事 他进一步说 黄老啊 你可不可以把这两句话给我写下来 黄老当时候就好像是安排家里的人 写了这两行字 递到他的手上啊 众生都不见了 这个不知道是黄老的功力 还是 还是 这一位女士 自己转练了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考证了 但是这个故事 供养给 目前可能有受干扰的 同修 定住自己的心 这个 妄想千般皆不管 外在境界 怎么干扰皆不管 一身佛号 要分明 就好 那另外他又提到了 现在会产生 恐惧 甚至产生 愤怒 那这个就要针对 比方说 是什么情境 自己的念头 产生了愤怒 是什么情境 自己的念头 产生了恐惧 那就要从这些心念 去调整 所以我刚刚说 解灵还需 细灵人 那自己啊 初学佛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想不通的事 那 往往啊 不要硬去想 打开脑上讲经 静下心来 十分钟 二十分钟 他老人家哪句话 你听入心了 心情一转 烦恼就不见了 或者事情就想通了 这是一个方法 甚至于自己 不想了 去念念佛 念个一二十分钟 心一清静 好像那个事就想通了 这个也是 一个方式 而家庭 假如杀业重 那大家想一想 你们家里的人杀业重 重生找谁 请问大家 重生找谁 找那个修行人 他有功德可以要啊 所以啊 成德啊 的爷爷是捕鱼的 而且是我们那个地方 No.1的 他不是No.1的 怎么可能 我父亲那一辈还有博士 还有大学生 不都是 靠这个捕鱼捕得多了 才有钱 可以供啊 所以 我们这个家 我也是长孙 长真孙 所以我挺认命的 来来来 我们家欠债还钱 但是呢 都是圆 转成法圆 念佛诵经的时候 请这些有缘众生 一起来 事事是好事 你不要 觉得是坏事就好了 那有可能 你父亲这些 杀业 或多或少 也会影响你们家 影响你 但是你心态好 都是真上缘 让自己更不敢懈怠 更精进修行 所以静缘无好丑 好丑其余心 你都觉得是好事就好 而今天 怎么让自己的父母 家人学佛 最重要的 你自己要学好 家里的人还没学佛 他不知道佛法是什么 他从哪里感受佛法 从先学的人身上 假如我们学的 让他感觉执着 他就不想学了 所以除了求佛菩萨加持 让父母家人 早点闻佛法 为什么 你闻佛法 也要有出世的福报 你看黄念老讲这些故事 都很有哲理 他约了亲戚朋友 去见他的上师 王上师 都约好了 每一次到了那一天 亲戚朋友就突然有事 去不了 一次两次之后 他就体会到了 然后每一次 要推荐亲戚朋友 去闻法 他一定先 帮他 做功德 练 金刚 百字明 108遍 后来干扰就少了 连出世都要有出世的福报 那诸位同修 你们不要 待会下课就去找 金刚百字明 怎么念 不要听 你现在已经有万德鸿鸣 可以念了 能灭重罪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障消除 你就可以念108声佛号 或者念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佛号 给他回向 可能他文法的干扰 就会小了 这是我们可以 多做回向 再来 那个都是祝缘 成德觉得主要的原因 是你要学得好 他就会有信心 我这个女儿变了 变得孝顺我了 变得心柔软了 那些零零角角的性格都改了 这佛法这么好 我得来了解一下 这个缘就搭上了 好 所以 这个为人演说 演得好 这个说的机会就出来了 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要懂得 关心 父母亲人的思想状态 他现在最烦恼的是什么 他现在最在意的是什么 比方说他现在最在意的是 孙子 你可以顺着孙子的缘 把传统化佛法跟他交流 或者是他现在最担心他的身体 你可以先从养生 皇帝内健 你不要执着 我一定要叫他念佛 你变成一个执着 先以欲勾迁 后令入佛字 关心他的需要 从他最需要的 用传统化佛法去互念 改善了他的问题 他欢喜了 他就进一步要学了 以上请供参考 谢谢 感恩法师慈悲开示 那么这边同修还有一个问题 法师吉祥 请问法师 人往生之后 哪种葬礼比较好 火葬 海葬 还是土葬 如果选择火葬 是选择把骨灰供养在寺院好 还是回家入土为安 请法师慈悲开示 出家人不好当啊 这些都得回答 这个火葬 土葬 海葬 树葬 好 说实在话 第一呢 往生比较重要 这个怎么葬 这个随缘 这个能不能往生比较重要 不要因为要怎么葬 烦恼太多 轻重缓急 这个要抓到重点 而且怎么葬 第一个要尊重当事人 是吧 你不能说我想怎么葬 主办圆容 主一定是当事人 你要尊重他的考虑 这个是一个重点 那我们看为什么古人要土葬 因为你土葬 清明时节啊 带着子孙啊 慎重追缘 民得 归后啊 我们自己回想 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去 给 像真祖父啊 真祖母啊 你看大家在 那里清理 这个坟墓 那种气氛 哇 你看长辈在 自己 这个仙人面前 很恭敬 在那里磕头 在那里缅怀 这个孝道就交下去了 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啊 都想着 方便就好 方便就好啊 可是方便 慢慢就变随便了 是吧 你说婚礼啊 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简单到最后 意义都没了 所以我们再怎么考虑啊 我感觉也没有古人考虑的深远 大家看 莆田灵士 有老母好善 长师粉团诗人 你看那个莆田那个墓还在那里 你看他灵士后代 一起回去祭祀 我看那个镇笼 连灵哲学先生啊 都是这个老人家的后代 对啊 那你可能 那整个后代 大家聚在 这个坟前 圣中追远 这个意义就很大 那毕竟啊 我们处在这个时代 也要考虑客观状况 是吧 因为 国家也有国家的法令 是吧 这个要不要考虑 都要考虑在内 佛弟子 不犯国字 不漏国税 不伴国主 不做国贼 这个老上讲经的时候 常常讲 所以土葬可能也要 法令 接受土葬 你才好 用这个方法 那纵使是火葬 那现在是说 放在寺院好 还是放在 还是 入土为安 入土为安 就是土葬 或者放在家好 那这个首先 主事者 的意愿 你尊重吧 再来 家庭里面 也要善良好 你不要 拿回家来了 哇 好多家里人 生烦恼 那你 大家注意哦 老上有说哦 假如你学佛了 造成家里不合 你学错了 我们现在听那个 有同修啊 那 说 劝人家离婚的 绝对是错误的 老和尚从来 没有这么讲过 你当他的弟子 跟他教的不一样 这个罪过很大哦 你要配合他老人家 互念众生哦 不能跟他 讲的义礼 不相应 你不能打他的旗帜 又讲不相应的法哦 特殊情况 可能有 生命危险 那当然那个要 先分开来 但是主要是 劝和不劝离 你真的努力了 那你 问心无愧了 我已经尽力了 那你的子女 也会看到你尽力了 你要用真心了 那缘之后怎么发展 这个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尽力就好了 所以 不能造成家里不合 你不能 我学佛了 我才是真理啊 你们都不懂啊 哇 变成你学佛 变强势 都要我说了算 这样也不同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所以今天假如 没有办法建立共识 你不能强去操作 你得看家族啊 家人的接受 你认为对的呢 你要透过自己的努力 让相关的人明理了 明白了 能理解了 你就水到渠成 照你从佛法里面对的方法 你不能硬要扭过来 反而又造成人家的不理解 所以因缘呢 都要循序渐进 水到渠成 不能超之过气 都要关注自己的念头 有没有在道上 有没有横顺众生 有没有柔和直直 有没有放下控制要求 功夫要下在自己心上 不是在境界上 好 以上 供参考 好 感恩法师慈悲开示 那么现场 我刚刚想要唱一下 一话而已 因为 是我讲 打麻将算不算什么 是有纵分 你假如打麻将 人让对方 欢喜 想跟你学佛 可以打 或者打麻将 打着打着 可以 讲经说法 可以打 对啊 打了麻将 在那里拍桌子 别打 那当然别打了 老师 这个是老师 叫了德国人打麻将 问题是 你教德国人打麻将的目的是什么 你讲的是 先与欲勾签 后令入佛制 你麻将打完之后 可以讲佛法 可以打 是吧 那就达不到你的目的咯 对啊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打麻将 是不是佛法 重点是说 你打麻将的动机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是吧 那个老人家一打 他就高兴了 你先给他打一下嘛 那打了 你跟他聊啊 聊啊 就把佛法聊进去了 是吧 你学了佛了 他喜欢做的事 你一样都不参与了 他就不是很舒服了 要和光同城 当然你不能跟他打麻将 结果你打麻将上瘾了 那不行啊 那你要度得量力 看着办 你要功力够了 功力够了 不会陷进去了 就可以打 不然到时候说 陈德法师害死我了 让我打 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大家看着办 说实在的 打麻将可以练脑子 难道只有打麻将可以练脑子吗 是吧 常常聊天 常常探讨事情 都是面对的事 探讨 用佛法探讨 你说他不是很喜欢佛法 你把佛教的名相拿掉 是吧 你不要执着名相 真理 你说 什么事都是因缘所生 来 你看一个红豆种下去了 他假如没有浇水 没有施肥 他也长不了 所以 种子是他的因 你可不可以用自然科学 来跟他谈道理 可以嘛 你别执着名相嘛 陈德当时候到海口去分享传统文化 我常到学校去演讲 我到学校可不可以说阿弥陀佛 人家就请我出去了 是吧 你不能执着阿 所以我当时候 04年到深圳去讲课 一个玩具店老板娘 找我去的 讲完了 下来有一个老局势 把我拉到角落 很神秘 好像他发现什么大秘密 跟我说 你讲了两个小时 你一个佛子 全是 你别 你别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任何情况 外在的因素都是个源 主要的因可能还是当事人 当事人他可能性格上容易有偏执 可能都是善心 但是一偏执 那执着太强 有可能就会有干扰 所以我们早上也提到 问题越早处理 越好处理 你拖越久 后面要处理 难度就会比较高 那也得透过你们亲人观察 他会造成这个果相 因是什么 源是什么 他不会突然变成这样 造成他的这些因缘要去掉 你看救护车来了 救护车很急死到了 不好的因缘要去掉 好的因缘要放进他的生命当中 那他的因缘状况 可能就要亲人这个助缘 帮助他 因为他时而正常 时而不正常 当他正常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跟他很好的静下心来 把一些原因找到 分析给他听 而且你要掌握很多机会点 比方说 他讲出了哪些话 你可以顺势抓住这个机会点 比方说他遇到什么事 遇到这些事情 你借这个事 把一些重要的道理开出来 去护念他 那这个是属于 用正确的观念来引导他 是属于心上去引导他 那人容易受干扰 可能跟身体也有关 身体阳气很弱 容易受干扰 那这个可能要带姐姐去治病 找一个好的中医师 甚至于是有修行的 来扎针的时候 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长期修行的医生 来护念他 从我们说 现在解决问题都要 多管 几下了 甚至于 该调整 比方说先别工作了 当然这个不是说一定怎么样 得要你们家人跟他判断 因为有可能他这样的情况 对孩子是什么影响 对学校是什么影响 我们在处理事的时候 不能自私 你处理事的时候 完全要是为人想 这个本身都可以削自己的业 你遇到情况了 还是很自私 为自己想 没有事实做出调整 这个会增加罪业 其实 我们这些众生 比方说我跟他们 有过去生的冤业 他找到我了 我的心地都是慈悲的 他们能不能感觉到 能感觉到我 他看你一天两天 可能这个缘都开始转 所以我们要化解这些业 都要在当下的心念 你一心念都是为孩子的 为团体着想 没有为自己的 很可能冤心在主都会感动 那这个 因为是有业力存在 所以能够专注 来调整自己 比方说精进念佛 到一个清静的 有学风道风的地方 好好念佛 念佛方能消树叶 可以转他的业力 包含尽力的 多做功德 功德是有很多的 救助苦难的人 包含应经 念佛 放生 这种种功德 尽力去做 都能把这个业 有所转变 好 以上回馈 感恩法师 慈悲 开始 那么由于时间的 关系 我们就请法师 为我们开解最后一个问题 有同修问 学生有两个问题 想请教法师 一是学生的儿子 三年级的时候 有发生过一个多月 害怕不去上学的情况 问他怕什么 他说不出来 今年开始读初一 最近又说害怕上学了 特别是早上 起来的时候 要去上学的时候 他都是含着眼泪去学校 问他怕什么 他也是说不知道 学生也还找不到原因 很担忧 他又跟三年级的时候 一样突然就不去学校了 不懂该怎么办 第二个问题是 休学上 学生对治 对治 抱饮抱食的习气 长期很不得力 没有什么效果 不懂该怎么办 请法师慈悲 开始 你说抱 抱饮抱食 好 谢谢 这个同修问的问题 有没有感觉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所以大家 透过这些问题 要落实一句话 为诸树类 做不请之游 所以 中秋节快到了 不要只是吃月饼而已 吃月饼的时候 赏月的时候 关心关心 亲戚朋友 为众开法杖 广施功德宝 开笔智慧眼 获得光明生 必射诸恶道 通达善去门 所以无量寿经在哪里 就在跟亲戚朋友相处中 落实经据 无量寿经 就是人生的剧本 我初学火的时候 导致上说 无量寿经 就是我们人生的剧本 我当时会听 非常高兴 因为我写不出这样的剧本 你看都写好了 但是这样的教诲 就让自己 形成一个态度 无量寿经 每一句话要干嘛了 要演出来了 要做出来了 剧本啊 照着演 所以这个都是老和尚 慈悲加持 你看 一开解 我们的心态 不一样了 不会产生什么 无量寿经 是无量寿经 我还是我 那就恶法 入不了不恶了 好 这个都是我们 这个大家不能听了那么多问题 哎呀 好恐怖啊 好难啊 不能增加这个心念 应该是 但愿众生得利苦 这个心发出来了 所以今天是发菩提心的好时间 还有呢 你看那么多 刚刚发问的问题 那真的也建议 比方说我们 这个 8432739776 这个平台 都有啊 每一天有24小时念佛 还有平台 有诵 经典 每天几部经啊 然后念佛 那可以把亲人的名字 放在这个回向 名单上 那有空 上来一起读经 一起念佛 念佛读经的功德力 是非常大 这个都可以回向给 目前呢 有这些状况的 亲人 化解这些业 像 陈德了解 这个 庄西小竹 我们道工长老的 道场 做三十系念 已经做了 第八个期了 这个百期 做的第八个了 代表 代表 做了多久了 五千多天 十几年了 所以那个地方本来 常常发生车祸 现在都没有了 那个功德力很强 而且呢 可以献上 礼牌位 大家可以上线 把 这些亲人 帮他的冤亲在主 礼牌位 诚心 请他们 去参加 三十系念法会 那个以念佛 念 弥陀经为主 那个超把的力量 很大 这些众生 得利益了 这个障碍 就能去除了 包含极乐寺 这些道场 都可以立牌位 这个大家可以 诚心的来 立来其境 好 还没回答问题 是刚好 顺着刚刚提的 那这一位同修 首先提到 他的孩子 上课 和恐惧的问题 我想 他三年级会这样 现在初一又这样 代表什么 根本原因 没有解决 我们现在 也要养成一个态度 解决问题 不要从 字幕 不要从 症状 要什么 根本解决 这个心态 要用在 解决自己 身 心 家庭 事业的问题 都要用这样的态度 君子物本 要从根本下手 本利而道身 比方身体 你身体出情况了 比方说长 长流的话 你不能只是把它切掉 这是症状节 根本是什么 根本是你整个身体 长期 适合 肿瘤的生长 你只把它切掉 你的生活 作息 饮食 种种 造成它原因的 你都不去改善 可能 三年 五年之后 又长了 到时候 不要怨天尤人 因为你没有 看着身 从根本去解决问题 那同样的 其实一个人的心 很不安定 跟家庭成长 应该会有关系 我们也看到一些资料 忧郁症的人 有很高的比例 都是家庭成长 产生一些不安全感 恐惧 负面的情绪 这是根源 然后后来求学 工作 又变成助长它 最后产生这个原因 我们当父母的 我个人感觉 我们要再更细心一点 我们有时候不了解 自己的一句话 对孩子的影响 因为我们容易 就一句话而已 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 很可能 孩子产生一种 很不安全感的时候 我们没有及时 跟他沟通 比方 我们都觉得 我很忙 孩子应该理解 那是自己的角度 可是当我们没有及时 跟孩子讲的时候 可能他看不到爸爸 爸爸是很忙 又没有跟他沟通 他可能觉得 我好像不重要了 爸爸都 都没有来跟我讲话 小孩的心里 他可能会产生一个想法 你又没有及时沟通 他那个想法 一直增长 就影响他的内心了 我举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同学 很优秀 我性情非常好 结果他二十多岁了 有一天 就突然冒念头 我妈妈不要我了 我妈妈不要我了 他自己莫名其妙 就打电话回家 母亲啊 我怎么最近都起 妈妈不要我的念头 结果他妈妈 傻孩子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妈妈把电话一放下 想到了 当初知道怀孕的时候 就是要把她打掉 被外婆阻止了 你看念头 小孩 收到了 种在他的阿赖耶士的种子里面 二十多年之后 崩出来了 所以你一个念头 都对孩子产生影响 在胎中就影响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同修 五十多岁了 比我年纪还大 他看那个暖春 暖春就是那个小花 被父母抛弃 被那个老爷爷 捡回家养 他看那个骗子 哭得死去活来了 为什么呢 触动他小时候 他的父母有一次 把他送给大姨一天 一天 他哭啊哭啊 从那一天回来以后 他就每天在担心 爸爸妈妈不要我了 所以他开始讨好父母了 后来出社会讨好领导 他活得好累啊 后来看这个片子 把那内心 几十年前压的那个东西 哇爆发出来了 哭得 哇眼睛都肿了 你看 他的父母觉得 我跟你开玩笑的 哇阿弥陀佛 你自己父母觉得 这开玩笑 对孩子的影响好深哦 他都五十多岁 好 那 这个孩子内心 这些问题没有解决 他哪怕是一个博士毕业 他也不会快乐的 所以现在 实在讲 他去不去学校 不是最重要的 当然我不是叫你修学 你要看着办 解决这个心理问题 让孩子感觉 你随时随地是完全爱他 完全陪伴他 完全要帮他解决问题 你这个心 让他感受到了 他的力量 就会出来了 你现在还有放不下 哎呀不去上学 我好丢脸啊 我没面子啊 那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就像 刚刚跟大家举的 那杨医师 他的孩子 名校啊 医生哦 结果成长过程 压得情绪出来了 这个时候 他当父亲人 是全然的爱他 哎 你不读了都可以 你不干一生了都可以 但是 爸爸妈妈都爱你 不是因为你这样的 我才爱你 就全然的 把世俗这些东西 全放下 他的孩子感受到 他的爱 很快就 这个问题就 转过来了 孩子是我们的医报啊 随着正报转啊 你这个正报是全然的爱啊 他也转得快 治他不饿啊 所以这个是 你一定要全然的 把孩子这个心结 化解掉 好 轻重缓急啊 是智慧啊 也是慈爱啊 再来 是他自己有 抱影抱死 是吗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 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当妈的人 也缺爱啊 是母亲问的吗 对啊 所以啊 比方说 你今天 你的亲戚朋友 问的是孩子的问题 他孩子缺爱 他也缺爱 人为什么 抱影抱死 压力太大 他是一个象 他要疏解压力 有些人是用吃东西来疏解压力 有些人是一直滑手机 把那个他担忧的是暂时移开 但是这些方法 不究竟 因为你滑滑滑 滑到最后 第一个问题还是问题 第二呢 滑到最后啊 你伤得深了 滑滑滑一两点才睡 你看吃吃吃 又伤得深了 所以解决的方法 假如太缺爱了 常常想 你是阿弥陀佛抱在怀里的心肝宝贝 自己可以观想啊 你真的相信佛菩萨是同体大悲 从那里就可以啊 吸取 远远不绝的能量 我也见过啊 有一个学生呢 我说你怎么一遇到事啊 很容易就很紧张 你是不是有被吓过 他想一想一想 好像没想到什么被吓过 那可能是五岁以前被吓过 挤不住了 但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只要紧张的时候 你就想 阿弥陀佛抱着你 你常常这么想啊 慢慢那些负面的情绪就化掉了 那这个再来啊 这个世间呢 我们初世间呢 有一铁药叫阿强陀药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什么习气都能治 很多三昧是自贪的 有些是自撑的 这一句佛号 什么习气都能治 叫阿强陀药 世间呢 也有一个阿强陀药 叫爱 任何世间的问题 他现在行为有偏颇了 你只要不嫌弃他 一直爱他 他的问题就慢慢改善了 都是缺爱 造成心理问题 最后行为才会偏 所以浪子怎么回头 他感觉他父母的爱了 他感觉甚至是佛菩萨的爱了 他就慢慢就转回来了 所以啊 假如我们已经是成年了 我们要爱自己了 注意哦 爱自己的自性哦 不是爱自己的习性哦 这一点哦 这个 我这么一讲 要爱自己了 好 Shopping 痛痛快快 当然了 你没买睡不着觉 那就可以买哦 但是不能放纵欲望 就爱自己 信任自己 然后啊 你自己做什么事啊 心会很愉悦 会很有正念 多爱自己 多念佛 多听经 多到大自然去走走 大自然那种疗愈的力量 也很大 不要再 让自己啊 陷在烦恼里面 这就是在爱自己了 多管齐下 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你的心真的要 真心爱你自己了 随顺性德了 这佛菩萨的加持就到了 佛菩萨同体大悲 他马上就感应了 尊重自己的佛性 所以这个暴饮暴食啊 他只是一个症状 一个可能是 排解压力的方法 那没关系 调整一下 欢迎他一起上来念佛 上来读经 好 阿弥陀佛 好 我说 谢谢观看